今天来讲智商 如果你想要提高智商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多做练习题 考古题做一做 你的智商分数自然就会提高了 如果你不是只是想要增加 智商车厌的分数 你想要真的智力提升的话 那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 智商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一般从小对智商的理解 都是蛮直觉的 就是头脑好聪明厉害的人 不用很认真念书 就可以考前几名的同学 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 这个脑力有逻辑 有反应力 有创意 有毅力 有语言能力 有数学能力 有记忆力 有空间感 有辨别颜色的能力 那这些能力到底可不可以用 一个智商的概念来包含全部呢 我们想要智力设 一定会想到空间辨识 那个3D的理解能力 如果空间概念好 算是智商高的话 那开车算不算是智商高 如果开车开的好 算是智商高的话 那打篮球打的好 算不算是智商高呢 如果打篮球打的好 算是智商高的话 那运动能力好 算不算是智商高呢 身体反应快 算不算是智商高呢 这就出现一大堆 不知道怎么定义的问题 所以除了我们熟悉的智商IQ以外 心理学家也提出过 很多不同类型的智商分类 这种叫做多元智商 例如它分出 语言智力 逻辑智力 音乐智力 人际智力 身体智力 有分6种的 有分7种的 有分到180种的 那我们现在所认同的IQ分数 最早是在1904年 一个叫做斯皮尔曼的教授 他想要知道 他的学生里面 一个科目的成绩 只好对其他科目有什么影响 他会想象 一个学生如果英文很高分 会不会因为他都在念英文 所以他数学的分数就比较低 还是因为他很会念书 所以英文的分数高 数学的分数也高 又或者说英文跟数学 其实是不相关的两种能力 带着这个好奇 他就开始研究 学生的分数之间的相关性 统计出来的结果就发现 英文高的学生 数学平均也高 而且不止英文 他所有的科目都比较高 他就把这个 所有科目都比较高的 背后的因素 叫做G因素 那那个影响 他从平均第四名 数学比较好一点 变第三名 英文比较差一点 变第五名 的变动的影响 叫做S因素 也就是他也承认 每一个人有一些些的个体差异 但是整体而言 有一个G 告诉我 这个人就是比较厉害 成绩比较好 这是科学研究上 最早提出的智力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欧洲两个人 做了一个智力的测验 叫做比奈希蒙量表 他主要是用语言 来测一个人的能力 他们当时做这个智力测验 是为了了解学生 要被安排到什么样的学校 他找到一个平均值 比如说六岁的人 平均是五十分 当一个新的小孩来测验 他测出来是六十分好了 平均是五十分 他测出来是六十分 他就会用这个六十 他测出来的分数 去除以平均数 六十除以五十 然后乘以一百 测出来的这个分数 就叫做智商 商就是除嘛 所以才会命名为智商 比奈希蒙量表 没多久就被美国 翻译成英文拿去用 搞优生学 分数太低了 不能移民进美国 美国自己的儿童 在有一些周里面 太低分会进收容所 有一些周里面 太低分会被绝育 首先是智力测验 最早就是被拿来这样子用 那真正广泛的测验 让所有人都接受智商的概念 是来自于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开始用智力测验 来测量报名的新兵 用来决定让他们 去做什么样的职位 有趣的是还真的很有效 因为他们发现 分数太低的新兵 很难完成训练 而且真的上战场之后 他们的死亡率是一般人的三倍 这个智商的卓越表现 让大家开始相信 真的人有一个G因素 而且是从出生开始就固定 没有办法变动的 你年轻的时候测出来157 你到中年你还是157 你到老了你还是157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们等一下会讲 我们先来讲 现代的智力测验是怎么测的 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个G因素 可以广泛的代表人的 各式各样的能力 那我究竟要测哪一些东西 才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G因素 最完整的办法就是什么都测 每一种能力都测 让他做做加饰看有没有效率 关到密室里面 看他能不能在现实的时间逃脱出来 全部都测最准 不过再一测下来 可能要一个礼拜才能测完一个人 量表编织的专家 他们就要用很多方法 让这个智力测验变得有效又全面 比如说他们发现有两个题目是高度相关的 你对一题 另外一题一定会对 会拼Dog的人 也会拼Cat 也会拼Apple 那你就这三个 只要测一个就好 代表这个能力的东西 把它留下来就好 那假设是太没有相关了 比如说他二头弯举可以举多少 发现跟其他的数字根本就没有关联 那这一题就要删掉 还有一些是变动性太高 比如说你问他最喜欢什么颜色 可能今天他喜欢黄色 过下个一半他喜欢红色 这种题目就没有什么疑 因为他没有办法代表一个人长久的性质 那这一番操作下来 最后我们最常见的卫视制衣测验 它主要就分成四大类 语文理解 知觉推理 工作记忆跟处理速度 我现在找不到卫视制衣测验的题目 因为那个不能公开 我找了一些类似的题目 像这个 什么之与汽车 好像医院之与什么 或者是常见的数列推理 3 5 8 12 下一个会是什么 还有经典一些3D空间理解的题目 然后还有图形推理的题目 还有一些是速度测验的题目 速度测验就是说 你只要多花个几秒钟 你一定能答对 但他题目很多 在时间压力之下 看你可以完成多少 这样的题目让所有人测完之后 他就会建立一个分数的模板 根据你这个年龄 做出一个叫做常态分布的曲线 在中间的平均分数 他就会定义它为 IQ 100 也就是说如果你IQ是100的话 100个人里面你就是那第50名 第51名 那如果你IQ是115分的话 100个人里面你就是第84名 如果你的智商是130的话 100个人里面你就赢过98个人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智商 所以这个智商IQ 所代表的是你在那次考试的时候 你所得出来的分数在你这个年龄里面 赢过了多少人 他厉害的地方是他有很高的延续性跟稳定性 有一个最厉害的研究是他把11岁做过自立测验的一群人 得到他们77岁的时候再尽量的找回来聚在一起 做他们66年前做了一模一样的测验 结果发现11岁考的高分的人到77岁考的还是比较高 不是完全相关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趋势显示出这个结果 而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很少成年人在做自立测验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小时候测就好 它有一定的预测性 第二个是成年人的专业太广了 上了大学之后不同的科系 你学的东西就赚进了再不一样 很难再找到一个测验测出一个G Factor 第三个原因是你直接看他的成就就好 你直接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好 就像我们说测过台名的自立没有意义啊 他很低他还是那么有钱 他很高他还是那么有钱 完全不能代表出什么东西 所以最聪明的霍金才会说 拿自立出来嘴的都是乳舌 那既然这样子 IQ除了测出考试成绩以外 还可以测出什么东西 心理学在这里做了超级多的研究 他们发现 IQ好的人不仅是成绩好 未来工作的表现也更好 赚的钱比较多 犯罪率更低 情商呢 会不会聪明的人比较自我中心 情商比较低 没有 研究显示 IQ高的人 平均而言 EQ也比较高 运动表现呢 四肢发达是不是头脑简单 爱念书的是不是书呆子 研究显示 智商高的人 运动表现也比较好 身体健康呢 你应该猜到结果了 IQ高的人 平均而言 寿命也比较长 心血管疾病 呼吸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他们得到的几率就比较低 这癌症最没有关联 那快乐的程度呢 没错 IQ高的人 犹豫症的几率也比较低 上天是不公平的啊 目前科学家还找不到一组明确的基因 来显示什么样的人会是天才 什么样的人不是天才 配合求其次 心理学家只能用双胞胎的方法 来了解说 到底基因的影响有多大 他们会去找一些铜卵双胞胎 是从小分开两个家庭住的 也就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基因完全相同 来去测量他们在不同的环境 相同的基因之下 智力会不会有显著的差别 做出来的结果显示 大概啊 只能说大概 成年人有三分之二的智商 是受到基因影响 有三分之一的智商 是受到环境家庭的影响 这也代表智力其实也有蛮大一个比例 是受到后天学习的影响 说到后天学习 像学英文这样的外语能力 也是可以后天学习的 像我现在就要推荐给你们 英文学习网站 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希望 透过一些免费的知识 来让观众跟我一起成长 例如我英文本身没有特别好 但是我想学英文的时候 我可以去研究 怎么学英文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然后把这些我查到的东西 整理之后分享给你们 像这一个 这一个影片 我就分析可以高校学英文的方式 然后推荐了WordUp的单字卡功能 那今天我就在跟你们介绍 WordUp上面有一个 反线计划 你只要愿意跟着课程的进度 完成学习计划 它就会退钱给你 有些是部分退费 有些是全额退费 已经有很多人完成计划 拿回学费了 所以绝对不会刁难你 那上面有阅读口说 文法听力单字 或是准备多译英文 你都可以找到 参加反线计划的课程 再次推荐给想学好英文的同学 握到连结 我就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虽然智力测验有这么多 厉害的预测能力 但是它的问题 可能比它的能力还要来得多 首先第一个 G因素本身就还是一个理论的概念 那它所有的分数跟功能的建立 都是来自于统计方法 而牵扯到统计 很多时候就算是专家 都还是各说各话 尤其是统计里面的显著相关 跟我们一般的理解 有很大一段的差 像是身高越高的人体重越重 如果你用统计去跑全台湾的数据 我相信会得到一个很高的相关 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 多的是比我们矮又比我们重 比我们高还有比我们轻的人 身高高体重重 在整个大群体里面 是一个正确的事实 可是在对应到个人小群体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大的差异 在统计研究里面 0.5就代表很高的相关比率 但是0.5其实代表的是 有25%的预测力 远低于我们一般人对预测能力的期待 像是模拟考的结果对于 学测分数的预测力只有25% 你就会觉得这个参考性不是很高 那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研究 IQ高的人他就占尽一切的好处 那都是在统计的数字下面的结果 并不是你自己IQ高 你就能一定拥有这些东西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IQ测验会有练习的效果 你知道常常做类似的题目 在IQ测验的分数就会比较高 像我有几次被找去玩那个 密室讨厚 靠我超笨的 我真的在里面像白痴一样 从来没有解出过任何问题 可是常常玩的人 他们就会去理解设计的人逻辑到底是什么 他们就很容易解开新的没看过的题目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IQ高可能根本就不是聪明 而是他背后有其他的因素 像有一些研究就显示 自力测验高的人 是因为他们成就动机比较强 他们想要拿高分 这好生其实让他们用心作答 最后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有一个研究就是发钱让人做自力测验 然后他们发现给的钱多 这些人就会考比较高分 所以也许啊 测出来的根本就不是智商 是一个人想要成功的渴望 又或者测出来的东西是抗压性 在测验的时间压力之下 你对于解题的自信 你看到一个不会的题目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完了这题不会 还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出来 但是我等一下用心一定解得出来 这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叫做自我效能 就是觉得自己做不做得到 对于最后能不能解出问题超级重要 你觉得自己做得到 你才会冷静的去看这个题目到底在解什么 花时间跟精力在分析问题上面 如果你预设自己做不到 你就会花时间在自我怀疑 去想这题我到底要不要跳过 是不是我不可能想得出来 或者就陷入在焦虑里面 所以也许自力测验测的是这个 最后自力测验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力测验本身会改变成的未来 研究是这样子的 他让一群学生做自力测验 公布成绩 但是跟老师说其中这几个他们随机跳出来的学生 这几个自力测验最近有明显的增长 他们变聪明了 但是实际上没有 他们只是随机被跳出来的学生而已 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 再测一次发现这几个学生的自力还真的提升了 原因是老师把他们当成更聪明的人来对待 而他们也因此开始觉得自己是更聪明的人 这叫做毕马龙效应 自我验证的预言 最后我们来讲如何提高智商 我个人觉得第一点就是不要太相信智商 尤其是固定的智商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智商是固定不能动的 那你的智商可能真的就不会增长 把自己想象成比你以为的还要再聪明一点的人 第二个是比起区域因素我们要多重视多元的智力 现在很多人在倡导说有所谓的流体智力 就是比较发挥创意的那种智力 还有所谓的经济智力 就像是学历史知识这样的智力 流体智力会随着年龄下降 但是经体智力会随着年龄上升 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的特长自己的特色 然后在那里好好发挥 而不是去看自己的居因素是不是有比别人高 第三点就是提高动机跟自我效能 简单来说就是带着一个成长的形态 觉得自己现在做不到的事情 未来也许做得到 遇到难题的时候就多试着去解决一些 慢慢的就会提升自信 提高自我效能 那第四点当然就是环境啊 饮食啊 身体健康这一些 身体好的头脑的养分充足 智力就高 如果你是希望自己的小孩智力变高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这四个原则啦 把它当成比他现在更聪明一些的人来对待 第二个 看待他的特殊性 他的喜好 他的专长 就看到他的特别之处 第三个 鼓励他建立自信心 称赞他努力的过程 而不是称赞他得到的结果 让他下一次愿意再付出更多努力 第四个 给他好的环境 让身体健康 减少我们之前说的童年创伤 他头脑自然就会发展得很好 既然都看到这边 就留言告诉你的想法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